线大甲妈金牌破纪录 500万元低估了 玩家金匾额价值曝光 被语为世界三大重要庆典之一 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 世界被物质文化遗产的 正乱公大甲妈祖要见活动 妈祖来教4月9号晚上11点05分起假 经过9天8夜绕金巡礼 于18号晚上返回正乃公安座 去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大甲妈绕金日期一定的仓促 许多信徒来不及请假参与 今年出现暴富性人潮 方式9号挤架当天 提醒超过40万人攻上胜举 18号回乱大甲区 也涌入超过60万人 把大甲区挤得水泄不通 黑夜晚不白酒 妙方退估今年参加大甲妈绕镜的信众 应该有四五百万人次 政坛中当级人物在其接种而来 前总统马英九 现任总统蔡英文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 有意角度国民党主席赵绍康 国民党知乎副董事长廉胜文奔之踏来 不但参与信众大爆发 就连献给大家妈的金牌也破纪录 其中最引人主目标的就是妈祖可乱石 赵亭都里面超级大金匾鹅 外传世群演基金会董事长李崇明 个人捐出价值五百万元的大金牌 妙方表示 这块金匾鹅由大小金牌组成 总值比传说的还高 此外台湾今年碰上干旱 许多城市都寄出限水令 妈祖有火炬骂之称 不论是总统蔡英文 左号在大甲妈天灯提示时 还是赵绍汤来参香时 都不忘祈愿台湾公调与顺 也希望天降干凌 空气最近也不好 也希望能够一扫阴霾 应该来慢慢就有火水了 相信不是只有大甲妈 我们台湾所有的中心的保庇 台湾因为今年的蝉蝎 我们说是郭文签的蝉蝎 火水是要成就 应该是较慢而已 我是感觉有信心 相信 买死感悟了 其实比较快一点 应该有问题了 大甲妈九天八夜绕境 沿途行星 台中 彰化 云林 及嘉义等四线市 共170间公庙 绕境路线全程约340公里 何故今年大甲妈绕境 9号起降过程 堪称顺利 妈祖来到只花4分钟 挤出镇南宫庙城 10号南下行星往连 抢轿热区 彰化民生地下道时 彰化警邦都能数百名警力 以优势警力 主责人群 妈祖南校也只花6分钟 就顺利通过地下道 被爆发所谓的大甲杯格斗赛 今天大家 我们的妈祖的大甲 我们的成交界 大家都很欢迎一个欢呼 感谢 感谢大家 祝福我们台甲妈祖 一年一度的状态 优优人 接力情 像我人的接情 妈祖母都有看 非常感谢 在大甲妈绕境里暴力 赛季六篇破功 15号下午大甲妈回来 进入散化北斗镇 落进被五行星斗鱿路一段时 突然发生北斗神权大混战 一群人因推挤突然互相叫嚣 造成一名男子被追打 警方强势揭入后才化解 郑南宫总续长 严青标也火输回来不叫作证 严青标表示 只是单权硬推挤不小心撞大而已 他人就在轮轿旁边亲眼目睹 冲突很快就平息 16号大甲妈进入被警方列为 戴17号凌晨起降后又变调 在彰化市永乐阶级民逐路 有数度发生飞击 还有人趁烂丢职 矿泉水瓶及辣椒水 许多人被喷到哀哀叫 警方未避免长命失控 出现人群踩踏的危险状况 也是说辣椒水瓶两四鹤鱼 来这里放尾放尾 放尾 休息后退 危险哦 大家后退 会避免大甲被格斗赛再度上演 车水及大甲分局沿着以待 动员众多情练迎接大甲妈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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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 八普 座 等着迎接大甲猫软架回轮 包主软架终于在晚上11点35分 抵达正南宫大殿外 哨角队列队吹响哨角声 烟火边烙声响吃云霄 出巡九天八夜的大甲猫 在正文菜、苏佳全、延青标 共同扶架下进入正南宫 当年情报要请大甲猫下降后 性状纷纷纷身长双手抢摸神座 高呼 敬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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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猫神座在重人出涌下 缓缓进入神殿完成按做大典 宣告今年绕金之旅完美落幕 相约明年三月在一起笑妈做 动线闻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